大家好,我是孫允喜,歡迎收看三分鐘的視頻 今天點題,思旺失息 息是,息比息厚,是古息的息 說回市場的情況,今天的市場是一般的 低開之後,全日反覆向下,特別下半場跌幅持續擴大 跌幅最後超過五百點,昨天升的完全沒有 今天跌517點,收兩萬三千零八十五點 成交一千三百一十二億 今天市值得這麼淒涼,汇豐 今天跌9.5%,四個二,四十元都沒有 成交還很大 加上他的兒子,恆生銀行也跌了 3.9%,內銀又跌,拖累的市 今天跌五百幾點,517點收市 走勢真的令大家有些傷感 說回整個市的形勢,整個市的形勢呢 昨天節目看到了,要看四個位 除了看四個位之外 今天反而要再看一件事 就是匯豐了 匯豐表現,剛才說過,極差 跌一成 9.5%,穿了前浪底的支持 還是全日的低位收市 走勢極之差 成交大增去到八十幾億 為什麼呢 回到點題的幾個節 匯豐、私王、失息 失息就是沒有了股息 為什麼沒有股息呢 就已經輪銀行,叫他這樣做 匯豐就好聽話 本來第四季的股息都已經宣佈了 除了正,過了匯豐 以為小股東是代代平安 誰知道,英倫銀行一聲令下 匯豐就在小股東的袋子 把錢拿出來 不僅是第四季的股息 拿出來沒有了 而且還宣佈,今年會暫停排息 以致回購都沒有了 消息一出,當然令小股東又震驚 又傷心又悲痛 因為匯豐以前叫做增長股 當然很久以前 90年代,上世紀90年代 還是增長股來的 股價非常強勁 但去到金融海嘯之後 不再是增長股了 整個匯豐主要靠兩個支柱頂住 一個支柱就是回購股份 另一個支柱就是排息 高息股的光環之下 令匯豐股價能夠在低位站穩 50元左右都頂住下的 都沒有怎樣穿過40元的水平 現在一夜宣佈 沒有排息又沒有回購 雖然是今年,暫時說今年 但都夠震撼了 所以今天匯豐一跌就跌了10% 但是一隻匯豐都拖累港股跌207點 所以後市除了看昨天節目說的幾個位置 匯豐都要看一看 只可惜 看匯豐現在這樣看下去 暫時就不見得有什麼亮點可以回頭 起碼今天來看暫時未見 因為剛才說的 用基本因素來講 過去一段時間都是主要靠派息和回購 成為支撐股價的重要動力 現在這兩個都沒有了 後市怎樣呢 最重要的賣點沒有了 當然不多英俊 技術上就穿前浪底 所以看起來短期內就要33元 才是最重要的支持 當然剛才提及過 今天成交很大 會不會今天一個沽售的高峰 或者是消耗性下跌 今天看不到的 技術上因為今天第一天 而且今天低收 看不到是沽售式下跌 或者是消耗式下跌 然後起碼看到一天 就是看到出現一個大成交 出現 就出現陀螺類似的代變訊號 才有可能是一個 比較確定到 就是一個 沽售性下跌 或者消耗性下跌 今天雖然大成交下跌 但是暫時不可以當是沽售性下跌 換言之技術上 暫時見不到是見底 所以重要支持 都是33元才是重要支持 所以換言之 匯豐這個形勢 並幫不到港股 在第二季就向好 與此同時 匯豐引申出來的因素 亦令到整個港股 以及環球股市 第二季都比較投行 原因是 今天匯豐宣布了 不派息 又不回購 但是其實 你看回整個環球情況 不派息 不回購 並不是匯豐 這股份的個人問題 不是個別事件 不是這股的問題 而很多地方 都出現這種情況 港股本身已經有其他股份 是這樣的情況 大家不妨 在I Money 裡面的專業 會說 尤其是很多股份 已經是不派息 不回購 其實除了匯豐之外 環球的很多大股份 都是 證據證券行統計 到今年已經有 1900億元的S&P500股份 1900億元的回購 暫停了 這個金額有多厲害呢 是相當於去年的四分之一 那麼厲害 今年以來很多S&P股份 已經暫停了回購 與此同時 今天另一個證券行就說 美國至少有60間股票 有可能今年削減派息 或者是不回購 換言之 不回購 不派息 並非匯豐個別股份的問題 而是大為的問題 大為問題 當然 對環球股市 都會構成壓力 所以環球股市的形勢 都是一般的 加上 我昨天節目提到幾個位置 都暫時未見到一個轉好跡象 首先 美匯指數繼續在彈升 沒有穿下去 換言之 美元強 我經常看的 對股市來說 是不大有利 特別是新興市場股市 美元強是不太帥的 加上紐約旗遊的狀況 並未出現好轉 仍然窄著20元低位 換言之 昨天提到的20元 19.27元 高低腳傷底 暫時還未穿下去 還未進一步轉 但是 亦不見一個好的回聲 換言之 都是窄著低位 仍然撤身未明 向下的風險 仍然是大的 道指更加是 昨天跌成400點開外 上升軌 是受到考驗不得止 而且 有一個小小身懷綠甲的狀況 即是代變 彈上之後代變 在一個不太有利的情況 加上慘了 很多大行出來唱 或者大媽傻出來唱譚 其中幾個 大家耳熟能詳的 都是唱譚 包括江拉克 就說很不行 說到四月 就會穿三月底 四月穿三月底 就不得了 至於另一個 商品大王 又是唱譚美股 雖然他也是淡有底 大家可以和大家說一下 他說 接下來 另一輪 崩潔 即將來臨 估計 未來幾年 出現了 有生以來 最糟的紅死 淡有底說的 果然是淡的 加上這個 Harvard Marks 就是馬克思 不是很多糊塑 馬克思 的名字 差不多音 但寫法有點不同 也說 資產價格會繼續 繼續 惡化 因爲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疫情的影響 很估計 疫情影響之下 更多工作崗位會流失 公司的債務情況 會惡化 會違約率 會上升 劇影響 有很多壞消息 總之是唱到淡一淡 在這種情況之下 看怕 盜瓊斯官的平均指數 都是有點危險 今晚 一個重要數據 大家留意著 就是ISM的PMI指數 至ISM的製造業指數 看著 現在估計都會跌穿50 會不會比預期更加差呢 大家留意著 否則 比預期更加差 就大件事了 所以總的來講 第二季的港股 都是有點牙焰焰 外圍不斷情況 恆生指導自己是怎樣的呢 今天都穿了前浪底的支持 穿了的 今天低位 就是22947 穿了之前浪底的 22973 穿了一點點 現在重要支持是什麼呢 就是 都是跟這個位置有關係 就是 3月24日做出的上升列口 就是22753至22973 剛才說的 上方穿了一點點 下方如果穿了 就認真頭痕了 第二季 就是不方有運行 下方剛才說過了 再說一次 22753 這些重要位置 如果這位穿了 第二季的形勢 就是麻煩地 起碼第二季的初頭 相信都是比較弱的了 好了 說到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